你知道全世界最赚钱的商场在中国吗 我之前有一期视频讲过 有个商场不让外面人进入的 在网上火了的事 我们先不说说这事的对错 究竟是哪个商场能这么理直气壮 引发这么大关注 那就是商场比试链的顶端 线下商业的天花板 土豪名媛们的消费胜利 北京SKP 它到底有多好呢 楼上姑且排队 楼下宾利排队 2020年疫情开始到现在 SKP业绩非但没降 反而在大家们的一致努力下 吊打了成立150年的英国Harold百货 成为全世界最赚钱的商场 这个全球最好的商场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背后有什么故事 这一年线下消费被线上冲击 疫情捕刀 为啥它一点都没受影响呢 已经跌到冰点的线下消费 未来到底会发展成什么样 视频的最后也会讲一下 严重的财富分化的现象 大家好 我是大蜡烛 去年我做兰州拉面那期的实话 消费市场还是一片火热 这一年还不到就降到了历史冰点 今天咱们讲讲SKP 这期视频我们搜索了 从2000年以来 SKP几乎所有公开的资料 因为有很多资料是互相矛盾的 也咨询了很多业内的朋友 我们也希望能够尽量还原 最好百货的发展史 如果你想加深自己对城市商业体 以及周边住宅发展的理解 值得好好看看 说不定还会有助于你的购方决策 说起SKP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它的全名叫 Sinkong Place 翻译过来就是星光天地 你说它明明是一个大陆商场 咋跟宝岛的商场 星光三越听起来这么像 还真有点关系 星光三越是宝岛百货界 名副其实的老大哥 为什么这家公司在宝岛实力这么强呢 因为这个牌子真的是妥妥的魂血 因为星光三越是由宝岛的 星光集团与日本三越百货合资成立的 日本三越百货是日本最老牌 高端的百货集团 也是妥妥的日本百货界的头牌 上海成都沈阳天津的 李士丹就是他家的 没错我们内陆的很多商场大牌 其实大多是台商港商外资先搞起来的 虽然实力强大 但在禁军大陆这件事上 星光三越明显慢了不止一拍 当时宝岛商业老二远东集团 已经进入大陆市场14年了 在上海重庆大连等5个城市完成了布局 他们开的牌子很多人可能都知道 就是太平洋百货去过的紧扣一 成都的小伙伴应该很熟悉 上海的太平洋百货更是代表了一个时代 现在去的人可能少 上海有点甚人的都市传说力 好多都跟商场有关 比如太平洋百货老放宝贝对不起这首歌 绝对能排到都市传说前十年 再比如恒龙广场的大香炉造型 估计很多人也听过 我们接着说星光三越是打逆袭了 当时星光三越长的叫吴东兴 老吴进入大陆市场算是后发之人 身后的小弟们都冲上去半天了 大陆13亿的消费篮海怎么能拱手让人呢 北京01年深奥成功给了他更多的信心 眼看又是一波城市化发展的红利 是进军大陆千载难逢的好时机 但一考察发现自己还是慢了 这简直是个存量市场 当时北京的二三环里的商业地产 真的是被分干净了 处在顶端的那肯定是王沪景 成立50余年的北京百货大楼 菜柏商场西单商场 凭借在北京京城的老牌影响力 稳稳的占据二环内剩余的商业市场 全国首家中外合资零售燕沙友谊商城 则是在国际名牌和高端品质上很有优势 而日本的华唐商场 马来的百胜购物中心 香港的新世界商场 宝岛的中油百货也都升更了多年 也只能看看东边能不能找个地儿了 但是世贸和香港家里合资的国贸商城 也已经在99年就引入了LV LV第一家店在王府顶店 第二家店在国贸商城 而且中国第一家星巴克也落在了国贸 国贸一记绝尘 成为了当时北京东部商业的新风向标 不要小看人家最先引入星巴克 20年前自带杯喝咖啡 到底是不是一个有逼格的事儿 竟然是可以被讨论的话题 SKP只好继续往东找 选择了现在的选址 20年前会怎么看这个选址呢 西大王路我在老热电厂的地儿 开大厂厂那不等着赔个底儿掉了吗 我一分的清大杯中杯的人 我跑老热电厂干啥去捡煤猴去吗 所以当时的SKP前身星光天地拿到的位置 其实真不算很好 我们现在看周围都已经是超甲级写的罗伯酒店了 但哪怕到了2004年 距离庄介地也就不到两公里的距离 属于标准的成阳结合部 加老工业区加郊区 虽然西边一公里的CBD区域是终点规划的区域 但就算到2005年也都还是工地呢 属于自身难保更不用说东货了 面临这样一个开局不利的情况 星光三月还是决定找一个本地的搭档 商场从拿地到开业 中间涉及的资金大时间长 更重要的是要办的正也多 星光三月还是选择了当年最大的连锁百货 北京华联合作 华联当时已经到处都有门变了 曾经是全国零售百强中的第六 两家也算是门当户对 2005年成立了合资公司 各出一半的钱 共大概8亿元人民币 董事长由北京华联老大吉小安担任 总经理由老吴的长子吴新达担任 星光负责招商运营 华联负责幕后支持 他们决定在这么一个光秃秃的位置 去在全球范围内 争夺最有消费力的人群 在过去20年中 奢侈品的数量 档次基本代表一个商场的实力 SKB的出厂配置 是名副其实的出道级巅 2007年4月 北京星光天地开业 一下来了900多个世界大牌 特别是香奈尔一步到位 要知道独霸一方的深圳万象城 可是苦苦等了10年才等来了香奈尔 海南到现在都引不过来 Gucci在SKB的店 也是超过香港中环 成为亚洲面积最大 1300平 光装修费就花了将近5000万 那会北京房价才8到9千 差不多底上50套房了 当时星光天地很大手笔的独立版 整了12万平米的厂域 以及更多的停车位 因为只要品牌够集中 可能交通也不那么重要 其他的商场如果有个35家奢侈品店 都想开上千平米的店 是很难满足的 但星光天地可以 而且商场整体更年轻化 光外面LED显示强就95米 因为在06年的福布斯 中国富豪榜上 前400名的中国富豪 又有一半的年龄低于45岁 0506年有钱人越来越年轻了 星光天地为了凸显 他们还有很多新的奢侈品牌 当时在媒体上宣传的也挺有意思 就是奢侈品品牌的选择其实可以更多 来星光天地 说不定一不小心 你也能排个第一 穿上这些品牌的中国第一人 星光天地还赶上了天时地利就是 虽然老牌商场已经经营了十几年的奢侈品品牌 但07年之前的销量也没那么多 比如我们看当时保时捷的销量 05年财政年度 保时捷在华一共才销售了526辆跑车 但是到07年 光一款卡宴在华就卖了3529台 07年还有一个巨变就是 我们国内调整了入境奢侈品的进口税 旅客携带或游寄到内地的化妆品 进口税率有20% 调整为50% 高尔夫球区高档手表税率有10% 调整为30% 香港奢侈品进口税率也包括 政策刚出来的时候水货客也没啥动作 导致海港城也不香了 所以他们切入市场的时间确实是好的 但蜜月期没过 事情就出了反转 开业才4个月 华联就因为5800万工程款质疑 新光工程存在严重问题 在董事会上拍桌子 要求宝岛运营团队交出经营权 让他们回家 你说为啥早不吵晚不吵 偏偏在开业之后吵 这里给大家铺垫的背景 招商对于一个商场的成败是非常关键的 你说这新光刚把大牌引进来 华联就让新光交出运营权 懂的都懂 据说反正当时舆论是闹的挺大 正在华联和新光掐架的时候 外面已经八面埋伏了 那年香港太古赤资48亿 买下了三里团的项目 2008年开业 因为引入中国的第一家苹果旗舰店 还有冠名了奥运会的 阿迪达斯全国最大的旗舰店 迅速在北京窜红成为潮流地标 同期国贸商城已开业16年 当年也进一步引入百老汇饮院 冰场等在体验业态上 让北京消费者眼前一亮 内优外换之下 加上特殊的调节 新光和华联就合计了 先将就是过吧 还能理咋地 2008年2009年 2010年销售额分别为25亿元 33亿元和48.29亿元 2001年更是以销售额65亿 超过连续4年全国百货销贯的杭州大厦 成为全国最能赚钱的商场 去年入驻杭州的SKP 直接败费了前江市计城百块 不知道两年后 只在杭州比杭州大厦能否PK过SKP 华联和新光的缘分还是在2012年走到了尽头 2012年台湾新光三月百货正式退出了北京新光天地 2014年开始北京SKP logo取代了原有新光天地 2015年北京SKP正式完成了更名 换名字容易 可实际经营好一个商场可不那么简单 新光撤走仅半年 新光天地的销售额下降大概三成 但竞争对手可不等 这会儿已经是三旅团开业的第五年 引进超过60家北京手电 成为了京城名副其实的手电收割机和时尚地标 当年国贸三期最高的写字楼落成 变成北京的城市形象担当 同年也跟摄制品头牌LV签约 但华联用了三招很快就恢复了元气 一是最快的时间搭建自己的招商运营采购陈列团队 把传统的摆货模式转化成 兼具直营采购模式的精品摆货公司 说白了就是 之前只租房当房中 现在自己也开店 二是呢 加强引入独立品牌 三是建立了会员管理系统 令土豪们排队腿软的电竞会员积分规则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北京SKP大部分商场或店铺消费是 一元积分每年8月底就给您清掉 每年8月31一闭店您这分就没了 常规兑换是一千积分换三元电子的礼金 这三招一出 SKP很快就重回了巅峰 但商场是靠规模赚钱的 全国只有一个赚钱的厂子哪够呢 2014年华联用4.6亿拿下来被烂尾20年的 亚洲最大游乐园沃兰德城堡的局部 改造成巴达岭奥莱 华联正价的货品在SKP卖 折扣的货品在奥莱卖 在7年后 也就是最近 巴达岭奥莱发行了19.1亿的CMBS 直接翻了4倍 CMBS就是商业地产证券化 可以理解为市场上对这个奥莱的估值就是19.1亿 这里我解释一下 奥莱的商业模式的核心就是拿到折扣的奢侈品 全国有名的奥莱也都卖一些奢侈品 如果说2007年是SKP的出生年 2014年绝对称得上是SKP的成人礼 为啥呢?爱马仕在SKP开业了 2016年当初对SKP爱达布里的LV 也在没有任何装修补贴的情况下 在SKP开了全国 唯一没有对外展示面的店 一般情况下奢侈品进商场 商场都要给装修补贴的 像LV这个级别的奢侈品 一般得每平方米6万以上 但SKP没给补 当时也没有外力展示面的位置 爱来不来后来才给的 所以可见这个时候的SKP已经获得了市场的全面认可 2015年SKP的杂志SKP Magazine 成为第一本在巴黎时装周曝光的中国时尚杂志 SKP也成了一个优质时尚内容的引领者 书店在商场的所有业态中属于最不赚钱的之一 这次疫情全是书店先关门 2017年SKP不满足最豪横的商场这个标签 又在全国租金最贵的地方开了书店 起名SKP Rindle School 中文叫聚会的浪漫场所 这间书店也定期邀请了艺术家媒体人举办活动 给夫太太们更多来SKP的理由 近几年SKP还对商场内很多业绩很好的餐饮 进行战略合作 投资了很多的餐饮 在2018年西洋SKP开业后 也会在更多新一线城市开疆脱脱脱 在2019年应该算是SKP最赚眼球的一年 他们联合Gentle Monster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科幻世界购物中心 SKP S 大家可以理解成SKP割老钱 SKP S割新钱 开业后的SKP S在年轻群体中一夜爆火 机器仿生羊群 仪假乱真的机器人 大胃的耳朵的甜品 一共有四层 每层一个大场景 品牌在SKP S更喜欢做一些概念点 这些对人非理性的欲望都有很好的激发 2020年疫情反复冲击 这两年商场的空铺是越来越多了 但对于SKP来说 却又是高光的一年 这一年SKP销售额高达177 超过英国最贵商场鼻祖 哈罗德登顶世界之王 2021年再创新高239亿 电庆的时候一天都能卖10亿 也就是按1万克流每人都得花10万块钱 10万块钱 如果让我买五毛钱的泡面 一天吃一包给我吃500来年的 为啥SKP销售不降反增呢 首先是境外消费的回流 很多人去不了国外了 原本在第五大道 香榭丽社东京银座的消费 转移到了国内的高端商场 其实不止SKP逆势增长 豪车市长也在涨 可能消费此类产品频次极高的消费者 都意识到了 大家想买的东西按更高税率征收消费税 基本是必然要到来的了 尤其是大排量豪车 这里也说一个背景 奢侈品收更高的消费税 其实已经讨论了二十来年有了 但是调节起来有哪些难度呢 第一个老问题就是价差 如果调高就会让国内外价差增大 我们的很多消费者实质就在海外给国外政府交税了 而且税收流失的大头实际上是关税 我们的奢侈品进口关税一些时间段都是世界第一 因为假设把奢侈品关税降到50% 那定价是国外奢侈品一半的一些国内中高端品牌得死一大堆 还有一些细节问题就是 到底该怎么定义高档消费品 因为有可能一个花高价给妻子买钻戒的人 他其实是低收入群体 但是像赛马高尔夫狩猎等运动 现有税制的调节功能又非常有限 而且参加这种活动 少数参加几次的话 又并没有你去购买一个二线牌子的包包柜 这是过去的一些难题 但接下来的消费税改革是一定要解决的 为什么呢 首先是19年9月26日 国家推出了新的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 里面明确了一点 消费税的改革方案是 后遗消费税征收环节并稳步下滑地方 我们也知道一些地区地方财政近十年是个什么情况 这波消费税改革是能够缩小地方财政周知缺口的 如果没有20年到现在的各种突发情况 或许消费税屏幕后遗征收环节的改动 早就有了非常多明显的效果了 试点一定是从贵的屏幕开始 另外说一个很反常识但却又真实而残酷的事实 更多有钱的中小老板们 心理活动也不见得是趁税低也多买点 他就是很简单的 越是对大环境没信心 高档消费 越是会激增 因为他们一旦对大环境没信心 就反而不投资不扩张不经营了 今年的一些突发事件也让蛮多人想开了 不想在经营上折腾奋斗了 花钱把过去日常该买的都买了 中小企业主过早刀枪入库 马放南山其实也未必是好事 但我发现这类消费的增长也会让部分学者有一些错觉 会认为我们正在进入奢侈品消费日常化的阶段 我看持这个观点的还是个挺著名的高校的老师 实际还是脱离了真实的中国太久了 也许统计数据看的都少了 虽然2018年到2021年我国可都资资产超千万的富豪数量 每年增长的速度大概是15% 但是2021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才29975元 到底什么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呢 就是你花的钱的总数加上你存的钱的总数 那今年一季度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是8504元 这个数字可能比很多人想象的低 也可能比很多人想象的高 其实都是国家统计局的官方数据 所以国内居民的收入真相符合你的想象吗 这里大部分也可以参与一下 一季度你花的钱与存的钱总共大概是多少呢 另外代季的收入差距其实也是一个很值得研究关注的问题 比如有没有人可能统计到22岁到28岁年龄段的人 他们的一季度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又是多少 有没有可能三个月只有四五千元 如果真的是这样 现在一个年轻人在城市里生活的难度跟十年前差太多了 其实历史上奢侈品消费能日常化只有日本 日本的政策顾问大前沿一在2000年初写过一本挺有意思的书 叫M型社会 M型社会就是社会的财不分配 从橄榄型变成了类似沙漏的M型 这本书里还列了挺多统计数据的 他发现日本人均收入从1998年起开始转为减少 2003年个人平均收入更是下滑至580万日元 但是年收入超过1200万日元的人数反而增加了 他列举了2000年初M型社会的几个标志 灵活的按时寄薪 企业减少终身雇佣增加合同工 更多的裁员 日本走了跟美国里根革命之后几乎是一样的路 地方性的百货公司成了当地经济的包袱 只有银做的商场有竞争力 但是80年代的日本却不是这样的 当时日元因为广场协议升职 升职期间从个人到企业再到财团 都被樊伯伦效应控制了 就是商品价格定的越高 越能受到购买者的青睐 陷入了挥霍性购买的怪圈 产品所具有的美感与荣誉是关键的诱发动机 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 全日本大概92%的女性 拥有一个以上LV的产品 90%拥有一个以上的Gucci 正是为什么后来日本中古店极其的发达 那个时期也有更有钱的人能够理解 奢侈品长期价值不那么强 因为只有米兰和巴黎才是时尚界的央行 他们选择了购买大量的艺术品 但根据拍卖公司的统计 到90年代曾经最多40%的绘画作品的委托拍卖 反而是来自日本了 加士德也是90年代拍了很多日本人变卖的艺术品 那80年代末的财团会更聪明吗 三菱购买了洛克菲勒大厦 主要原因并不是出于对企业经营有帮助 而是因为洛克菲勒家族的大厦是美国精神的象征 后续经营不善又只好低价卖出 那大家有没有发现人们的共性在哪里呢 不知道这些对大家是否有一些小启示或者小思考 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我是大大主 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可以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